他们用智慧创造美好未来 他们用热忱点亮缤纷世界 武艺特搞 这座城市这群人 他们不远万里重洋来到江音 他们因为同一爱好走到了一起 他们给寄阳古城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今天我们就走进一群来自菲律宾的年轻音乐人 感受一下他们在江音的花样生活 4个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菲律宾年轻人 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来到中国 来到了江音 在德国啤酒城组成了一支别具特色的菲律宾乐队 每次演出前乐队都会做一番精心的准备 领队格瑞斯说 今天穿着的一身鲜艳的中国红 正代表了他们向这座城市传递的似火热情 飞里宾乐手们独特的语言天赋和音乐素养 把每一首风格不同的英文歌曲 中文歌曲和菲律宾歌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们给江音的音乐爱好者带来了一股音乐新风 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到一股风情 他们是充满了活力 给我们啤酒城应该说带来了欢声笑语 而且他们的到来也是给江音这座美丽城市 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江音宽松舒适的就业环境和人们的友好与热情 让这些菲律宾乐手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完全融入到了这座城市 他们曾有过到上海 北京 南京等地发展的机会 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江音 留在这个美丽和谐的城市传播音乐 放飞音乐理想 我们喜欢江音因为我们和很多朋友去里 我现在更喜欢因为人们很友善 然后很多人都很友善 这城市并没有太多人 我喜欢一个简单的城市 所以我喜欢江音 如今在江音和Grace, Linger, Jay, Nick一样 来自世界各地的养打工程日益增多 他们带来了中外文化思想观念的交流与撞击 也给江音这个江南小城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本来记者天华黄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